大自然鬼斧神宫 地球上经常会出现一些十分奇怪的现象 而大部分现象都出现在天空中 本期节目我们就去一探究竟 一起领略一下大自然的神秘 奇怪的螺旋 2009年的一个早上 已经6点45分了 挪威某地区并没有迎来日出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十分神秘的螺旋 随后这个奇怪的螺旋变得越来越大 尺寸直接占据了大半个天空 螺旋中心还有一条长长的蓝色托尾 不过整个过程持续了十分钟左右就消失了 不少人都通过拍摄设备 记录下了这一奇观 因为持续时间太长 因此这一现象不可能是流星 有人认为这是一架天气探测机器 也有人认为是火箭残骸 众说纷纭 红色精灵 这些奇怪的红色条纹并不是相机故障 早在2015年 NASA就在一处风暴上方 拍摄到了这种现象 这些闪光看起来并不是闪电 它们暂时被称为红色精灵 这些精灵经常出现在风暴上方 15000英尺的中间层中 虽然用肉眼看起来十分小 但实际上可以达到30英里 目前我们还不能确定 这些红色精灵到底是什么 有一种理论认为 这些红色精灵是由地面附近的 强闪电出发的 波状粗糙云 云是大自然中最常见的事物 它们变幻莫测 美轮美奂 而眼前这种云给人感觉就好像置身于海浪之下一样 这种云是如此罕见 以至于刚发现的时候 并没有给它命名 直到2017年 世界气象组织正式将这种云 命名为波状粗糙云 这种云的云层高度很低 看起来就好像在地平线以上 这种云在法国 挪威 苏格兰等地 都有观测到 神秘的光柱 光柱是一种十分漂亮 而且罕见的自然现象 只有在非常寒冷的冬夜中才会发生 当温度下降到零下十度 到四十度的时候 空气中的大量冰晶会有一定概率 将灯光反射到空中 此时人们就会看到美轮美奂的光柱虚像 这种冰晶和形成火彩虹的冰晶类似 试想一下 寒冷的冬夜中 一条条光柱将夜空点缀的五彩缤纷 看起来好像到了异时界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我们会带来更加有意思的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大家收看